越南開始為期兩日,對於其戰士將領武元甲的官方悼念。 武元甲在上星期以102歲的高齡去世,包括家屬以及高層官員在內的上千民眾, 星期六在首都河內佔養武元甲的遺體。 武元甲因為他的遊擊戰術了得,被譽為是軍事天才。 該戰術擊敗了法國和美國的部隊,並消滅了南方的越南共和國。 武元甲受到僅次於已故革命領導人胡志明的殊榮, 星期日將舉辦官方葬禮,戒時武元甲的遺體將運送到他的故鄉港平省下葬。